6月28号上午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纪念大会 并发表题为 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 仲夏时节天高云阔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庄严辉煌 高鹏满座 上午十时时 在恢红的和平命运共同体 乐曲声中 习近平步入金色大厅 习近平同出席纪念大会的 越南共产党中央原主司机 文德梦 缅甸前总统三胜 发西前总统新开发银行 韩养博赛福 南非前总统莫特兰蒂 埃塞俄比亚前总统穆拉普 斯里兰卡前总统拉甲帕克萨 日本前首相揪山游济夫 意大利前总统达莱马 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 韩国前总理理海战等重用 一一握手 亲切互动 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 在近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处理国与国关系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 促进全人类发展与进步 始终是各国不懈探索的重大命题 七十年前 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风起云涌 世界殖民体系土崩瓦解 冷战阴云笼罩世界 强权及功力甚嚣尘上 刚刚获得独立的新生国家 渴望维护国家主权 发展民族经济 中国领导人首次完整提出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并将其纳入中印中缅联合声明 共同倡导将五项原则 确立为指导国家间关系的 基本准则 这成为国际关系史上的伟大创举 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七十年来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跨越时空 超越隔阂 经久预认 历久弥新 成为开放包容 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制 树立了历史标杆 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 建立和发展关系 提供了正确指导 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联合自强汇聚了强大合力 为国际秩序改革和完善 贡献了历史智慧 为人类进步事业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习近平强调 七十年后的今天 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课题 中国又给出了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这个时代答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承 都根植于亲人善林 讲信修墓 协和万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都彰显了中国外交自信自立 坚持正义 服若扬善的精神风骨 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 为人类做出新的 更大贡献的世界情怀 都展现了中国坚持走 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 是新形势下 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最好的传承 弘扬 升华 这一理念立足于 国与国命运交织 修期与共的客观现实 树立了平等和共生的新典范 顺应和平 发展 合作 共赢的时代潮流 开辟了和平和进步的新境界 着眼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事 丰富了发展和安全的新实践 习近平指出 面对和平还是战争 繁荣还是衰退 团结还是对抗的历史抉择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需要弘扬 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的精神内涵 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 不懈努力 习近平指出 我们要坚持主权平等的原则 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确保各国都能在多极体系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都能在遵守国际法前提下 发挥应有的作用 确保世界多极化进程 总体稳定和具有建设性 我们要夯实相互尊重的基础 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 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 共同维护好 不干涉别国内政这一黄金法则 共同反对 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反对搞阵营对抗 和各种小圈子 反对强迫别国选边站队 我们要实现和平安全的愿景 共担维护和平责任 同走和平发展道路 共谋和平 共互和平 共享和平 践行全球安全倡议 以合作促发展 以合作促安全 构建起更为均衡 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 我们要汇聚共筑繁荣的动力 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推进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 践行全球发展倡议 让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共谋发展繁荣 我们要秉持公道正义的理念 倡导共商 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坚持国际规则 由各国共同书写 共同维护 世界上的事 要由各国商量着办 我们要展现开放包容的胸襟 践行全球文明倡议 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 促进各种文明包容互建 这个世界完全容得下各国共同发展 共同进步 不同文明完全可以在平等相待 互学互建中 兼收并续 交相辉映 习近平强调 七十年历史发展反复证明 加强团结合作 增进沟通理解 是各国共赢挑战 共创未来的有效途径 全球南方声势 浊然壮大 为推动人类进步 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全球南方应当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 携手共进 走在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 我们要共同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 推动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 建设性参与国际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 共同做开放发展的中间力量 推动发展 重回国际议程中心位置 重振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深化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 共同做全球治理的建设力量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努力扩大各方共同利益 推动全球治理架构更为均衡有效 共同做文明互建的促进力量 增进世界各国不同文明沟通对话 加强治国理政交流 深化教育、科技、文化、地方、民间、青年等领域交往 习近平宣布 为更好支持全球南方合作 中方将设立全球南方研究中心 未来五年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一千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卓越奖学金名额 提供十万个研修培训名额 并启动全球南方青年领军者计划 继续用好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 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 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 同有官方共同设立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三方合作示范中心 在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蓄设南南及三方合作基金 中方愿同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商谈自由贸易安排 继续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发起的促贸援助倡议 并持续注资中国项目 欢迎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加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 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倡议 习近平强调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早已载入中国宪法 成为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石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不会改变 同各国友好合作的决心不会改变 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 中国将继续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同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最后指出 今天推动人类和平和发展事业的接力棒 历史的落在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 让我们以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发表七十周年为起点 肩负历史使命 携手勇逸前行 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开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李强主持纪念大会 蔡奇 王毅 李淑磊 江信志等出席 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 国务院 全国政协等 有关部门负责人 国际和地区组织代表 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 中外专家学者 友好人士 媒体和工商界代表 共约六百余人参加 共约六百余人参加